天南地北谈华语 昨天谈的右耳旁还记得吗? 那是义,因为义作为部首都写在一个字的右边,是右翼,俗称右耳旁。 那左耳旁呢?究竟左耳旁是什么? 你先看图。 甲骨文很像在风中飘扬的旗帜,而且还三面旗同挂在一个旗杆上呢。 不是旗,这个字读作负,甲骨文负,像一层一层的台阶。 哼,我觉得比较像旗。 可能画得太直了,斜着上或许你就会觉得像台阶了。 咦,小转画得也差不多,只是换了方向,跟甲骨文相反啊。 嗯,凯书的形体跟甲骨文和小转就有距离了,更不像台阶了。 说文写道,富,大陆山无实者,象形。 富的本意是不太高的土山或阶梯,因为富的古字形像阶梯,或像阶梯那样有起伏的山,后来演变为山丘的意思。 富也用来表示面积很大的又高又平的土地,再从这层意思引申为厚、大、多的意思。 接着由多的意思,再隐身克制物质的财富。 比如成语,物富民风,意思是物产丰富,人民安乐。 一做步手写在汉字的右边,那么富做步手就要写在汉字的左边咯。 是的,一律在左,富是个步手字,凡是从富的字,大都跟山或阶梯有关。 譬如,阶梯的阶,山林的林,林就是大土山。 啊,还有陡峭的斗。 还有板。 哪个板? 左边是富,右边是反对的反。 哦,日本大板,Osaka。 说文写道,坡者曰板。 板就是山坡的意思,这个以富为步手的板,跟土字旁加个反的板,意思相同,都指山坡。 奇怪了,为什么阴和阳都从富呢? 跟山或阶梯有什么关系? 先说阳,山的南面和水的北面都是阳,阳是高明,也就是明亮的。 这个地方是阳光照到的地方,而阴,山的北面,水的南面,是阳光眉照到的地方,所以是阴暗的。 你从简体字也可以直接看到它的含义。 嗯,日头照到山的那一面是阳明亮的,和它相反就是阴,月夜笼罩山岗,很阴暗。 天南地北谈华语。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陈国骏制作,李林和谢江丽播讲。 节目重温可以浏览IFM官方脸书,facebook.com.aifm.malaysia, 或浏览YouTube频道,搜寻天南地北谈华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